距離中秋節剩不到一個月了 很多人開始品嘗秋蟹 而就在台中有業者推出浮誇性的料理 那不只是鍋燒一面 能搭配紅蟳海鮮 還有業者特別用海鮮食材熬煮湯頭 加入四大隻的紅蟳 高湯大火快煮滾到冒泡 紅蟳鮮蝦等海鮮食材 汆燙後撈起 滿滿鮮味高湯再煮粥 大火煮滾 乳白色高湯和米粥倒進大碗公 上桌前還要先擺盤 六隻下一次排開 四隻紅蟳對半切成八大塊 每一塊都有飽滿的蟹黃 放到碗裡 還有干貝 花枝 蛤蜊等食材 鋪上滿滿的海鮮料 再撒上蔥花 這倒是店家的隱藏版菜單 紅蟳爆蛋粥 每日限量只有十萬 很便宜啊 等於一隻紅蟳大概一百塊而已啊 料很飽滿啊 比較新鮮就好吃啊 東西很新鮮 然後種類也滿多 真的是很強 現在就是紅蟳因為它的蛋比較多 我們台灣人都咬咬咬咬 有兩個螃蟹 所以現在兩人都很飽 一整鍋紅蟳拿來熬湯 黃色湯頭鮮美 店家特別選用 台南常見的火燒蝦 搭配蚵仔蛤蜊還有小卷 煮成一碗浮誇戲鍋燒一面 火燒蝦是比較台南那邊的飲種 它的口感比較偏像天使紅蝦軟軟的感覺 火燒蝦先爆香炒過 雄親的海鮮料汆燙加入麵裡 再擺上爆蛋的三隻紅蟳 端上桌先滿足客人的視覺饗宴 料很實在 然後價錢又很實惠 真的很謙虐 需要兩個人一起來使用 負擔沒那麼大 因為它分量真的很多 距離中秋節還有一段時間 但老套們早就等不及 新鮮紅蟳飽滿的蟹黃 搭配其他海鮮食材一次滿足 讓人大呼過癮 最久留見 賴文良黃晉升 SN小組台車報導 人民幣